编路里白对线连坡55K 我相信这时候一定就有人有疑问了 一个编路里白拿什么给连坡55K呀 没错 我是杀不掉他 但是他也碰不到我呀 并且 还能时不时的上去调戏他一下 他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嘿嘿 嘿 好了不闹了 这个编路里白对线连坡呢 不要硬高 目的是倾泻 因为你前期打不过他 嗯 当然后期也打不过 我没关系 精髓在于支援 而且李白这英雄很灵活 虽然我杀不掉他 气场 这就是气场 我强大的气场 让对面的蓝铃网感受到了威胁 所以才二级就来抓我 但是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这连坡布依然打不过我 再次回到线上 索性他还没掉 15才安多 按了一下 已经能回来了 不然这个蓝铃网 说不定还能收掉 但是没有关系 只有一个强者呢 不在乎这一点点的收我 走进草里 刷大 逼退蓝铃网 不出我所料的话 蓝铃网的血量 应该不会太高 向后 对面的蓝铃网 直接大闪 不愧是你啊 先回头再走蓝铃网 再拉开距离 等脸颇颇完大招 再回来 我A 我A 我再A 注意等到A不到了 或者是大招可以收割的时候 再使用大招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最后这还没完啊 兄弟们 对面的法师紧随气候也冲了出来 迈着坚定的步伐 直接一个大闪 上级了 刚才蓝铃网 冲向我的样子 我呢 刚刚拿了个双杀 对人头已经有些厌倦了 便刻意地把人头让给了我方的答解 确定不是没抢到 当然啦 要发个誓吧 今天天气挺好的哈 关发你 好嘞 接下来就到了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片评 呃 配不是 互动环节啦 就用大家把 GXYDZ五个字母打出来 再把手机中出现的第一个词汇发在评论区里 据说呢 只有0.0000521的人 才可以打出我心中所想的这句话 那啥是521呢 因为 在线上没待多久 这个蓝铃网又来了 呃 你是打塔呀 早说呀 浪费我一个闪现 真的是 一技能就用兵线当作跳板 两端已经能吐到敌人身上 然后刷打刷了个寂寞 呃 无奖竞猜呀兄弟们 就问 我最终被谁带走了 答案是 5 想不到吧 小鸟 想不到 这都想不到笨子了 留你何用 一技能在安全的位置留下影子之后再出来清线 这样即便有人过来打你 你打不过还可以潇洒离去 当然这个小小的连坡显然不知道我这样做啊 就用兵线积累剑气 一技能控一下连坡两段 一技能拉开距离 稍微等一下二技能和大招的CD再回来 继续积累剑气 画圈 他放大招先不要管 等他第三下击飞的时候再刷大躲避伤害 然后一技能衔接平A直接拿下 这就是编路立白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肯定不能忘记啊 这小东西真是让我又爱又狠 哎 哎 立白 你弄到地儿 压爱手了 不管 我就死着了 怎么地吧 不服咬我呀 嘿 拉动视野 看到有人在打龙 这叫我怎么能忍 偶遇连坡 龙也没了 那就算了吧 当然龙抢不到 不代表我人也杀不了 加装撤退 等待CD 你以为我要走了对吗 但 这只是你以为 我认可你的你以为 手夹了兄弟们 逆风的礼白要注意安全 就像我这样 在安全的位置留下影子 然后再冲上去消耗 咳 彻底逆风了啊 兄弟们 而现在这个风暴龙王 就是我们目前 唯一的机会 先冲上来试探一下 看一下风暴龙王的血量 还有不少 所以不用太着急 回来刷打等CD 再来第二步 飞一下 二技能 刷打 队友也跟上了 那就不用回去了 直接硬钢 被打出复活甲没关系 也换手明刀 打赢了团战 又抢到了龙王 队友去追对面的 剩下的射手了 我就不要管别的 直接过来带线 然后 resultado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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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